他说不 台塑说2339 那我就会说 那为什么中间差1440 为什么差1440 那通常你会看到新闻稿 记者写稿就会说 台塑说2339 华宝台说3739 没了 那到底多少 中间1440到底怎么回事 那这样我就会去问清楚 后来问清楚 原来他少算了五项 少算了五项 所以他会中间差一千次 所以你会不断的去听他讲的话 然后去辨证 那个对还是错 他漏水率更有趣了 明天有个环迷 他们就会炒这个 后来他就说高雄漏水率26% 然后水率所说 47.82 那很多记者就写完了 他说这样 他说这样 你还是不知道是怎样 现在我就会去问 为什么中间差这么多 他就会说 对啊 他我们有那个无废的用水 什么叫无废用水 他没 所以数字是很多那个微妙的东西 给你水可是不用寄费 所以这样也不算漏水 华宝台算的漏水是说 我从出水到最后收费的 这样子是多少 所以那个算法里面 就有很多的那个东西在里面 另外就是说你 我觉得我常看到疑点 你要常看到疑点 比如说像中柯市集的时候有 不是有彰化居民 墙水吗 大家知道中柯市集后来有墙水吗 西州 知道的局长 你们真的很棒耶 你平常都有在上这个吗 这是我问过那个回应率最高的 就是这个也知道 那个也知道 这个也知道 那个也知道 然后那个去门口说印象好深刻 然后政务委员就出来跟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拿着麦克风哦 我们已经跟厂商签约了 所以不能解约 步骤是这样吗 签约就不能解约吗 不是嘛 结婚都可以离婚了 哪有什么签约不能解约的 所以其实你只要看到公家机构的约里面 定有一个因子 我没有讲错 我看我讲错 就是说他一定会有一个 情势变更或是法令变更 万一变更之后我要跟你解约 要怎么解 对不对 夫妻是不是这样 一定有这个嘛 对 那你怎么可以随便跟民众说 亲约不能解约呢 所以你很多的东西都在里面 你要去辨证 因为就是我在保国方实话的时候 工业局长就会跟你讲说 啊我们的乙烯自给率不足 那后来你不断的去辨证之后 他才会告诉你说 啊是这样啊 我们乙烯盖的是到去做中间料 中间料大家知道吗 塑加利 塑加利呢有50%是外销到大陆 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够 可是你因为有50%的塑加利是外销到大陆 所以你可以说你的乙烯 刺激率不足吗 那什么叫刺激自主 什么叫刺激自主 就是连这种小东西你要去辨证 他后来就跟你会说 这个连外销也算自己啊 真的不是啊 外销是外销啊 怎么会算刺激率呢 然后又就是中科三起 还帮手就跟你讲说 还并法14条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案子没有做过还平 你就不能开发 大意是这样 他就跟你会说14条是自始未做还平 这句话就可以辨证很久了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然后不然就是台硕告诉你说我如果那个七项排放没有加进去我4.7起就不能投资 这个这个故事就比较长一点 是这样吗 你就会发现说那你那像我们去台硕 我就跟他说不是啊你4.7起还平都过了啊 所以你加进去也不会超过啊 所以你要去台硕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功课要做好 功课要做好 不要让他随便乱讲 他就说其实记者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像萧李希 大家知道萧李希吗 萧李希好乱点头 哇好棒 萧李希其实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 马宝所登会跟你讲说 废水同样有河川可以排啊 其实你是接受的 对啊那废水不然废水要排去哪里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你就会发现其实 废水也不一定要排河川 我们台湾水资源这么缺 你如果好好的回收不是可以干嘛吗 像荷兰他就会回收废水 然后比较污染的水回收可以干嘛 回收可以干嘛 都有分配 像香港 你如果去香港 你家那个冲马桶的水 是废水回收的 因为我们这个缺水的台湾呢 冲马桶的水还是自然水 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样 所以就说官方会跟你讲很多 就是假的话 是是而非 当然黄本团也会乱讲 所以你要 像以前我当记者14年 我还记得 我们以前那个长官在他的宗旨旁边 贴一张纸 大家还记得 有四个字 四个字 大家还记得 你说他会贴什么字 大家还记得 他在他桌子旁边写 以上皆非 所以你当记者就要常常 心里觉得 他可以讲什么 你就要开始想说 以上皆非 那四个字就要赶快冒到头上去 当然我们也常常背骗 因为真的是知识不足 就会常常写错 大家不要忘了就是说 那个记者是 社会公平的支撑点 我一直觉得我很重要 所以媒体真的很重要 媒体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其实也只有你可以靠而已 他其实 他所有的冤屈他也不知道怎么讲 他就是没有办法 他如果愿意去关心他 他其实你要让这个有诚的人 不要对别人的不信 视而不见 媒体就在中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在追个案 个案的成功不是成功 像国防实话的成功 我就觉得他有很多遗憾 他就是停在那里 就是成功了 可是你觉得他的整套东西有被改变吗 没有 被改变 所以我最近想要做一个专题 就是说台湾的集体健忘症 你看我们当时国防实话经过这么多辩证 那个大概是我当记者以来我看过最精彩的辩论 不管是各个面向的 土地规划 健康风险 威士气体 什么白海豚这些 可是一停了之后 好像民间的力量也闪掉了 那官方又继续推出那个石化政策完毕 就告诉你台湾不会没有石化业啊 钢铁业啊什么什么的 那其实很多东西都串在一起的 比如说像卢渣 搭造卢渣污染 他卢渣的更前头是什么 就是那个钢铁啊 为什么台湾还要做钢铁业 为什么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说 你看到个案能够促成那个整体的改变 而不是个案成功 我常常讲说个案成功 你们没什么好高兴的 你要促成那个事情的改变 我刚刚讲说 我刚刚讲说他只有你可以依靠 真的是这样 像这几年来我们追很多 就是我们讲边缘议题啊 像核能就是很热啊 大家都写啊 你看大家怎么发现我核能都没写 已经这么多人在写了 你独立记者就去关心一点别的 不然这个社会 什么力气都丢在一个地方 对 你看这个相思聊 大家知道相思聊啊 有人去过吗 有哈 对 他真的就只有你可以靠 他招谁惹谁 做了个冲克士奇 竟然家里要被征收 他这个也是 万宝 万宝也算是成功的案例 可是也是 你知道万宝 当时新闻忍到什么程度吗 我讲个例子给你们听就好了 万宝第一次到台北抗争 连立报长官都不要灯 万宝立报吗 立报基本上就是记者少版面多 所以有血必灯 他的万宝既然忍到第一次立报长官说不要灯 然后吵到后来变成全国议题 那中间记者扮演很多角色 你要让不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 他这也是 这个后里农民也是长征 他都没想到他活到六十几岁 有一天还要到环境大会跟人家吵架 他这一点也是妈妈妈被看见 被报长 都是靠记者的努力一样 他这个更是人 这个一堆不认识字的阿公阿嬤 在他家 在他家到永远 永远比较少人知道 就是在他家后运之后盖个掩埋场 他也没有人跟他讲 然后知道了到处抗争 反正你又不认识字 我又不怕你 你讨我你讨 不小心就被发现了 事情就会被发现了 这个更是人 这个最近成功了 志祺商周我会写这个案例 就是一个小渔村 然后突然到后面盖一个 你知道这村民真的很可怜 他连那个塔盖好之后 他都跟人家说 那个是不是水塔 他觉得那棵是水塔 所以很多弱势人真的很可怜 所以你不去帮他 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他 他们不能讲无知 他就是很纯朴 他就会觉得那棵是水塔 他其实那棵是气象雷达 还有电磁波的问题 影响他们整个村落 后来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去帮忙 后来终于有机会牵 所以可是那个源头就是说 你新闻要被报导 被报导 像刚刚有阳那个 有阳这个 其实那时候 我刚讲报社分工很很清楚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我一个重要记者 是不能去台南跑新闻的 可是你就觉得应该要写 然后我就会利用我的假日 然后自己自己花钱买车票下去采访 然后写好之后就会回来台北 你就会注意那个讨厌的长官 今天是不是没有上班 然后今天就给他发这一条 然后就不小心登出来了 就这样登出来了 那事情就被曝光了 那像那种报纸 那么大的报纸 其实那个就跟大象一样 你有时候戳他他没有感觉 可是你 可是我就会长一下报社 这样子得诚一下得诚一下 可是第二天呢 比如说我常常 副作图我常写六清 就是很多计谋 然后就登出来 隔一天呢 隔一天你就很白目 就会想说哇 诚慎追击再写一下 然后就有长官跟你说 不要诚啊 不要诚啊 就是你不会得逞第二次 像这个垃圾场 刚写完隔天 那个黑道老板就来店了 朱小姐 你好 我第一次跟这个黑道 因为做野埋场都是 副作图 野埋场很多都是黑道 然后你跟他换迷片的时候 他就会 喊情默默的看着你 说 永远大迷 你就开始有点发毛 所以我到现在都养成 一些自保的习惯 要当独立记者 我可以教你 比如说做捷运的时候 你不要傻傻就 他不是有个排队线吗 像我就从来不会站在排队线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因为排队线离那个铁轨很近啊 跟你讲真的 他推你一下你就下去了 所以我就会站在很远 然后常被那管理员说 小姐小姐你排队 你干嘛在那里挡路 我是真的不敢站在那里 回家开门的时候都会 就是动作很多就对了 皮包有东西 没有不是枪啦 对 就是自己能注意的注意一下 不过基本上就是说 你不吃他 不喝他 他大概也 比较不会对你怎样 来 这个很微妙 有机会你才告诉你 你看 这个家多可怜啊 一个十年内家被拆两次 你不帮他发声 真的就没有人帮他发声 装品杰最高 我们追的其实也不是只有事情 不是只有人 我们会追制度 像我会追制度 像我刚刚讲的萧李欣 为什么你可以把那个工厂 都盖在那个上游 那当然很多事情 你从现在来讲说 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工部门基本上跟我们一样 他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他与其他时候觉得不怎么样 可是他也是跟着世界在说 在学习 我发现公务员 有时候也是跟着世界在学习 记者也是一样 因为就是我们会追这个制度 我这有入围酌心讲 PM2.5是什么 你要说你看不见的东西都还可以得奖 很厉害 我现在专门做看不见的 什么电磁波 然后PM2.5 而且还是做电视 我第一次跟公司说我要做PM2.5的时候 他说这声音波 你做十分钟就好了 结果说不要我要做一小时 他说一小时 看不见的东西怎么做一小时 那我就真的做了一小时 然后还入围 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跑环境跑久 像我刚刚讲说你看到很多那种 那种